屏东有一名警官因为不满外遇对象跟女性友人同居 竟然就持着屡棒及拔钉器将两人重击七十几下致死 手段凶残现在判处两个死刑 屏东县的高树芬住所前副所长王玉龙 去年六月间发现交往五年的潘姓女友 竟然跟江姓女子同居而跟她分手 之后王玉龙便持着棍棒到两个人的住处 先是拨开了监视器 接着对他们的头部猛打致死 犯后而且她毫无悔意还不断狡辩 现在法官判处她两个死刑定业 也成为目前第55个带执行的死囚